他不會因為政黨說 覺得這件事是對到不對 站在不對的一個角度來評論 其實我相信每一個民意代表 尤其他自己是民意代表 那這些今天晚上要站上去的民意代表 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當你自己民意代表 如果有一天你被罷免 你會是什麼想法 而且你在所有的過程當中 在你自己的職位當中 你在努力 結果你要罷免 你會是什麼想法 所以我覺得蔡玉慧 她基本上是站在一個 自己是民意代表 又是南部用剖析的心情 去說出一個屬性 她這個屬性也有說 她有可能去用開讀 但是說真的在南部 郭敏東還繼續開讀就沒人了 所以它沒那麼簡單 就沒那麼簡單